多虧我還是有面死金牌 連這種瘋狂都自己去拍 羅志祥久違展現感性的一面 推出全新書清單曲《面死金牌》 MV找來胡宇薇以及吳子菲飾演情侶 但卻是個殘酷的悲劇故事 這一次的MV面死金牌的MV 裡面就是大概是在描述 這一對交往五六年的情侶 然後他們非常喜歡爬山 然後再一次女朋友去爬山 因為男朋友其實都很放心 這是他們的習慣跟信任 然後再一次去爬山的過程中 卻出了意外 然後消防隊的男友沒有救到女朋友的一個 我覺得算離別吧 有面對到離別的情形 這個故事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真的是崩潰他哭 超丟臉 我覺得導演講得很棒 他在描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是真的非常的投入 跟很有畫面 我覺得 《面死金牌》這首歌對我來講 它是有一點在象徵人生 就是你某一刻會想要重來的機會 就是《面死金牌》對我來講 有這個意義存在 《面死金牌》對我來講就是 聽起來就是你很無敵 但是就是看劇情跟看歌詞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就是不要把所有事當作 事為當然 然後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知道 你身邊擁有的都很重要 أو 可是這件是他說 他跟讀我 就無名的面子驚嘆 對抗著藍恨的感心悲藍 當然沒有 怎麼這麼好阿 能不能對髮咧 他是我女朋友 萬一發出什麼事怎麼辦 小Yo 小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在那邊下午 這方面有可能猜他現實 有可能 也不意外 很辛苦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調房隊就是一個鋼鐵英雄 就是他們很無敵 但是他們每個人在救難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多的辛苦 跟很多的弱點 但他們最辛苦的 很佩服他們 我們直接在一個喔 直接在一個 鏡頭從腳上噴到人